祝各位身體健康,也多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比賽未完,大家作為球員一定不能放棄 英超重開的日子越來越近,檢測的情況越來越令人樂觀 最近的投票都完全沒有人反對球季重開 報道也開始轉向球員訓練 之前不停宣傳普巴和班奴菲蘭迪斯一起連射不球 這麼小事都大力宣傳,就證明大家都很關注普巴和班奴一起上陣有什麼效果 令到越來越多的傳媒需要不停報道這兩個球員的情況 所以我不排除我以下複述的一些事情,只不過是某些傳媒自己的創作 未必是蘇斯一查的決定,但既然這麼多人都在討論 我都有責任參與其中 首先外國傳媒D-Atlantic 巨勢無謂地講解了蘇斯一查會怎樣用普巴和班奴 直接講明4-4-2的時候誰會打誰 3-4-1-2的時候誰會打誰 其實講到這麼仔細就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記者偷聽到 或者有條針在蘇斯一查的戰術會議裡頭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這個記者完全是自己作 這裡大家是可以自己判斷的 因為哪個可能性都沒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我們可以利用這段報道去訓練一下我們的思考 我們是大可以假設這個真是蘇斯一查的安排 我們再做個沙盤推演去估計一下會對於萬聯有什麼影響 而如果想做這個沙盤推演做得再全面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分開兩個假設去推 第一個假設就是普巴已經脫胎換骨 成為了一個有整體意識有合作性的球員 第二個假設就是普巴依然是沉溺於個人表演的球員 好了 報道就是說蘇斯一查是不會再用之前走得多好的433 或者4231 即是班奴和藍迪斯做主角的結構 而是改用一個全新的結構 442陣式 還說到是普巴為了遷就班奴而要走去做10號位的主角 讓班奴打回8號位 我相信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會問到底是誰先遷就誰先 不過我都不糾纏於什麼字眼上的問題 我繼續講這個他們的報道442陣式 前面兩個前鋒馬斯亞是華舒福 後面三個中場班奴、馬迪、費特 如果是這樣的話 4312會是一個更加準確的說法 那D Atlantic巨勢無遺到如果轉陣 轉三中堅結構的話 就會變回普巴打8號位 班奴打10號位 那我想先講這個三中堅結構 三中堅結構通常都是用來打大戰 對強隊打來回高速球 或者找手反擊 這樣放的話 是會有好處 當然也有壞處 好處就是班奴帶領隊友所做的高位壓迫 能力上是比普巴好的 領導力比普巴好的 還有班奴參與的高位壓迫 比普巴勤力的 也就是說班奴在前面的話 而不是普巴在前面的話 那萬聯的高位壓迫力量或者完整性會好些 另外收縮的話 普巴在後面中後場的對抗性就好過班奴 不過呢 都有壞處就是班奴參與反擊做超級連結人的速度 以及個人的能力 就沒有普巴那麼強 那班奴在三中堅結構打十號位 就不會加強到萬聯的反擊火力 不過 普巴都有能力和速度上突然之間彈上去做超級連結人 而且 無論普巴有沒有整體意識 有沒有這個脫胎換骨 甚至依然沉溺於個人表演當中都好 都不會窒外了普巴在來回高速球 或者找手反擊當中的發揮 只要控球拳不是長期在普巴或者萬聯那裏 普巴只可以參與反擊才能表演的話 就會天然地限制了普巴的表演時間 那反而就會變得欺負到好處 反而會變得好 就等於法國在2018年世界盃 不要控球拳只是打穩守反擊一樣 所以我並不擔心三中堅結構的任何擺法 打大戰的話 普巴和班奴絕對是可以兼容的 還會比以前更加強 不過 影超重開之後 萬聯大部分的賽事 都是對藥隊 中下遊分子 打大戰的數目比較少 正是對熱刺和里斯特城其他賽事 中下遊分子很大機會會面對密集 面對密集的話就完全不同說法 破密集的其中一個關鍵 就是主角在禁區頂的傳送能力和選擇能力 是可以理直氣壯說班奴的能力和普巴是無關的 亦都是 首先證實了一件事 先就是普巴不在的情況下 班奴起的作用已經是有的了 也就是說 外界很可能會當今次是普巴的最後機會 班奴本來就令到萬聯進步了 但如果普巴一參與 就令到萬聯打回原型 壓力就會去到普巴那裡 根據報道 如果不是三中堅 而是用4312面對密集的話 普巴來做一個新的主角 也就是說 不會用之前班奴做主角 而行得不錯的結構系統 行得好地地 本來突然之間轉主角 任何人都會理解到當中一定會有風險 只不過大風險 還是小風險 現在整個結構都轉了 而且 就算你說我們要假設普巴已經脫胎換骨 成為一個有合作性 有整體意識的球員 也好 4312面對密集 始終就是天然老鼠拉龜結構 我在微觀星話同步都解釋過 班奴打進攻中場 偉玩4312對愛華頓那場 是怎樣天然老鼠拉龜 所以無論普巴是否脫胎換骨都好 面對密集 用4312天然老鼠拉龜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真的這樣安排的話 公平一點這樣說 又未必真的跟普巴有關 而是整體結構的問題 不過我也解釋到 就是為什麼我要選擇去體諒 甚至同情這個蘇斯亞查 因為普巴是高薪球員 那他復出怎樣都要用 否則就很難向董事局交代 而且是怎樣都要試下給普巴和班奴兼用 去踢一下 即是就算明知死硬 你都要死給球迷看 如果不是的話 又會有機會被球迷說 就是要攻擊蘇斯亞查 就是質詢蘇斯亞查 為什麼不試下給普巴和班奴兼用一下呢 所以這次的實驗 就怎樣都是硬著頭皮去做 蘇斯亞查就不能不做 那你說蘇斯亞查 都可以不用4312而已 用4231還可以主攻 不會老鼠拉龜 但是不要忘記 你現在是要塞普巴進去結構裡面 而普巴天生就是沒有什麼回防的意識 後邊一定要有兩個保姆鬥著他才行 而由於班奴就不是一種保姆的類型 4312不夠進攻點 班奴都要插上去 不可以只是做保姆 所以後邊又要放回廢特和馬迪在這裡 這樣才夠保姆 這個始終是普巴的使用說明書 除非你不用班奴 你不用班奴 4231普巴主角 前面三個進攻 為什麼後面兩個防守中場就夠保姆 但是你不用班奴 又變成回答不到 就是普巴和班奴兼用的問題 所以總是要拖著保姆 就是普巴和班奴兼用所帶來的煩惱 那你要有足夠的保姆 但是又會減少你前面的進攻點數目 減少你前面的破密集能力 那就是又回到我上個月所說的那件事 普巴復出你怎麼都會有煩惱在這裡 就算他已經肯和隊友合作 不再表現也好 一要和班奴兼用的話 那就是有所犧牲的 除非普巴是完全脫胎 換骨到什麼情況 是要去到可以回埋防的情況 那或者可以有得想一想 但是如果蘇斯亞柴現階段 是要被普巴做主角 那就是蘇斯亞柴或者還在擔心 普巴不會回防的問題 蘇斯亞柴接受訪問 就是說好球員一定是可以兼用到的 但是這句說話其實就不是永遠都對的 那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艾利臣和艾達臣 都是頂尖的守門員 但是他們在巴西國家隊都是不會兼用的 必然是一個正選一個後備 那而且 普巴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 真的完全是好的球員呢 又要去問或者又要去觀察這個問題 那另外 前面的進攻組合也是需要說配搭的 那兩個作用相似的球員擺在一起 就定必有所犧牲了其他的功能 那例如 古天奴和美斯一起出 那就犧牲了六頁的數量 那除非蘇斯亞柴是懂得玩曼城那種超級主攻 4123 那但是暫時這個世界上 只是德哥迪奧娜在玩 很可能是表示德哥迪奧娜 懂得教球員玩 那現在的巴賽都是沒有這樣玩到的 而令我最擔心的就是 普巴和班奴嘗試兼容的話 就會出現古天奴和美斯的問題 搞到班奴可能要像古天奴那樣 在邊線運作 那這樣就大煲足 班奴和古天奴的名字 除了一樣有個奴字之外 他們一樣的地方都不是速度型的球員 所以都不夠支配力做半主角 更加就不是一種速度型的六頁 那古天奴現在呢 就是比當時巴賽的玩法 搞到現階段沒有了自信心 那進步是完全停止了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班奴身上 我覺得將會是足球壇 近年最令人哭泣的悲劇來的 那班奴變成古天奴 對於世界唯一的好處 只不過是可以為古天奴平反的 因為班奴之前在曼聯打中路 就好地地 突然之間變成是邊奴那樹 即是類似的實驗表明了 古天奴如果本來打中路 在巴賽都會好地地 就平反了 那可能你會說 4-3-1-2 那班奴不是會打中路嗎 為什麼無緣無故說到他要打邊線 答案就是面對密集的話 4-3-1-2前面不夠進攻點 那班奴要上去補充的時候 前面4-3-1-2的進攻點會自由浮動 所以班奴很多時候都是要被迫去了邊奴那裡 他很少會入到中間 因為中間的前面是很多人的了 所以他很多時候都去了邊奴那裡 而講到當時的巴塞 每次出現古天奴的問題 巴塞應對的方法 就是美斯丹天保自尊 那反過來說 如果班奴在曼聯出現了古天奴的問題 那曼聯是不是要靠普巴丹天保自尊呢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一句 就算普巴已經脫胎換骨了 肯合作了 但是他都不會做到美斯的級數 不會做到美斯那種單天保自尊 兩者的個人能力就是有距離的 不過我今天用巴塞去比喻 然後曼聯當然是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講過的 只要美斯和古天奴是一前一後 是可以兼容的 但是古天奴就欠缺防守能力 所以就不可以古天奴中場中美斯 進攻中場這樣四二三日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古天奴在中場後面有兩個保母 那就是說美斯就打前鋒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就是美斯打前鋒 古天奴打進攻中場 這一種就是可以打四二三一主攻 不用打四三一二 不用天然老鼠拉龜的辦法 也就是在巴塞當中兩者兼容的方法 而將這個理論套進去曼聯那裡 就是說普巴沒有回防能力 他怎樣都需要兩個保母在後面 那就是說普巴放進攻中場的話 班奴就怎樣都要打中場中 就變成一定要四三一二 天然老鼠拉龜 要中他咬過來變成四二三一同時 普巴和班奴同時上陣的話 那就是說普巴不可以打進攻中場 那就是普巴要換那個位置 而不是班奴 也就是說 變成打前鋒那個就是普巴了 普巴打前鋒 所有問題接近解決 就班奴打回進攻中場 也可以恒常做回球季重開之前 曼聯那一段有進步的四二三一 班奴做主角 解決了問題的了 會不會這樣做呢 曼聯球迷經常都說曼聯欠缺正前鋒 那普巴不就是一個出路來的 青年隊的時候 普巴是正前鋒出身 但蘇斯一查會不會想到呢 同時間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普巴有肯不肯打前鋒的呢 不過我可以肯定的 就是大家見到我這麼勤力 都一定會幫我按廣告的了 按廣告彈廣告 視窗出來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友回收合的 多謝各位 記得訂閱按鈕按鈕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用25元的方法 做頻道專屬會員 或者Patreon那裡 亦都可以資助小弟友各方面的plan 可以讓大家選擇 另外千萬不要裝檔廣告的程式 播出有聲廣告片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